第33集 唐泽雪岁就读的是清华女子学员 郑勤听说雪岁是从清华的初中部直升的 她还准备直升同一所学校的大学 如果高中时期成绩优秀 只需面试通过便能升入清华女子大学 只不过是志愿学科而定 入学的关卡有时也可能极难通过 雪岁的志愿是竞争最激烈的英文系 为了确保获得直升的机会 她的学业成绩必须在全学年始终名列前茅 雪岁几乎所有的科目成绩都很优秀 只是数学稍弱 为此担心的李子才想到聘请家教老师 希望设法一直到高三上学期都维持前几名的成绩 这是最初见面时 李子提出的希望 因为推荐入学之际 至三年级上学期为止的成绩都会纳入参考 雪岁如果那个时候上功力初中的话 明年就得准备考大学 那更辛苦了 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当时让她进现在这所学校真是做对了 唐泽李子双手捧着玻璃杯感慨万千 是啊 考试真的是越少越好 这是正情平常的想法 过去也常对她辅导的学生家长这么说 所以最近有越来越多家长 在孩子上小学的阶段 便选择这一类私立附属中小学 李子郑重地点头 是啊 这么做是最好的安排 我对直升辈也这么说 孩子的考试 最好在很早的阶段一次解决 越往后 要进好学校就越难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 正情点点头 随即稍觉疑惑地问道 雪岁小学上的是公立学校吧 那时候没有参加考试吗 李子辰丝般地偏着头 沉默了一会儿 略显迟疑 不久她抬起头来 如果当时她在我身边 我一定会这样建议 但是那时候我还没和她住在一起 大阪这个地方和东京比起来 会想到让孩子进私立学校的父母很少 最重要的是 其实想上私立学校 当时那孩子的环境也不允许 哦 哦 正情有些后悔 自己恐怕问了一个微妙的问题 雪岁并非唐泽李子的亲生女儿 这件事情在她接下这份工作时便听说了 但是雪岁是在何种情况下成为养女的 根本没有人告诉她 以前也从未提及 雪岁的亲生父亲算是我的表弟 不过在她还小的时候便意外过世了 所以家境不是很好 她太太虽然出去工作 但一个女人要养家养孩子实在不容易 她亲生母亲怎么了 正情一问 李子的表情更加忧郁 也是意外身亡 我记得是雪岁刚生上六年级的时候 好像是五月吧 车祸吗 不是 是煤气中毒 煤气啊 听说是炉子上开着火煮东西 人却打盹睡着了 后来汤汁溢出来浇熄了火苗 睡着了没发现 就这样中毒了 我想她一定是累坏了 李子悲伤地促起了细细的眉毛 正情想 这很有可能 最近都市住户渐渐改用天然气 一般不再发生因煤气造成的 一氧化碳中毒 但是从前经常发生类似的意外 尤其可怜的 是发现她身亡的就是雪碎 一想到雪碎当时受到多大的惊吓 我就心疼不已 李子沉痛地摇头 她自己发现的吗 不 听说房间上了锁 她请不动产管理员来开锁 我想她是和管理员一起发现的 哦 和管理员一起啊 那人真是遇到无望之灾 发现尸体时一定吓得面无血色 那雪碎就是因为那次意外 变得无依无靠了呀 是啊 葬礼我也出席了 雪碎以着棺木嚎啕大哭 看到她那个模样 连我们大人也跟着心碎了 或许是心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李子频频眨眼 所以 唐泽女士便决定收养她 是的 是因为唐泽女士和她家往来最密切吗 坦白说 我和雪碎的生母并没有怎么来往 两家虽然算是距离较近 却也不能轻松步行来回 不过 我和雪碎倒是从文黛女士去世前 就经常见面了 她常到我这里来玩 哦 雪碎为什么会自己跑到 和母亲并无亲密往来的亲戚家玩 郑琴感到不解 也许是她的疑惑显现在脸上 李子便接着说明 我和雪碎第一次见面 是在她父亲七中年纪的时候 我们聊了一会儿 她对我懂得查到似乎非常感兴趣 兴致勃勃地问了好多问题 我就说 既然这么有兴趣 就来我家玩吧 这应该是她母亲去世前一两年的事 后来她真的很快就来找我了 我有点吃惊 因为当时只是随口说说 不过 她似乎是真心想学查到 我也因为一个人住相当寂寞 就以半当游戏的心态教她 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自己坐公交车来找我 喝我泡的茶 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 不久 她的到访便成为我最期待的一件事 有时候 她因为有事不能来 我就觉得好寂寞 雪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查到的 是的 不过 不久她也开始对插花产生兴趣 我插花的时候 她会在旁边兴致勃勃地观看 有时候也会插手玩玩 还要我教她怎么穿和服 郑晴笑着说 简直就像新娘教室 就是那种感觉 不过因为她还小 应该说是板家家酒吧 那孩子呀 还会学我说话呢 我说那多让人害臊 要她别学了 她却说 在家里听妈妈讲话 连自己也言语粗俗起来 所以要在我这里改过来 她这才明白 雪碎那种高中女生身上难得一见的高雅举止 原来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当然 前提是本人要有意愿 说到这里 雪碎说话真没什么关系口言 我和中道老师一样 以前一直住在关东 几乎不会讲关系话 不过 她说这样才好 我也不太会说关系话 是啊 雪碎说和中道老师交谈很轻松 要是和操着浓重大板口音的人说话 还得小心不受影响 说句话来很累人 哦 可她明明是在大阪初生长大的呀 她说她就是讨厌这一点 真的 是啊 刚迈入老年的妇人 撇嘴点头之后 又微微偏头 只不过呢 有一点让我有些担心 那孩子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怕她会少了年轻女孩应该有的活泼 要是她不规矩 我也会偷疼 但是她太乖了 我甚至觉得叛逆一点也不为过 中道老师 如果您方便的话 请带她出去玩 诶 我 可以吗 当然 中道老师我放心 哦 那么下次我带她出去好了 请您务必这么做 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 李子的话似乎告一段落了 郑晴再度伸手拿玻璃杯 这段对话并不枯燥 因为她正想多了解雪碎 然而 她认为李子似乎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养女 唐泽雪碎这个女孩既不像李子认为的那么守旧 也不会太过乖巧 有件事情令她印象深刻 七月的时候 像平常一样上完两个小时的课后 郑晴喝着送上来的咖啡和雪碎闲聊 当时的话题必定与大学生活脱不了关系 因为她知道雪碎喜欢听这个 他们闲聊了五分钟之后 有人打来电话 李子来叫她 一个英语辩论大会办事处的人要找你 哦 我知道了 雪碎点点头下楼去了 郑晴把咖啡喝完 站了起来 她下楼的时候 雪碎正站在走廊上的电话架旁边说话 表情看起来有些凝重 但是当她向雪碎打手势 表示要回家的时候 雪碎笑容可拘地向她点头 轻轻挥手 郑晴对送她到玄关的李子说 雪碎真厉害 要参加英语辩论赛 是吗 我完全没听她提起 李子偏着头回答 离开唐泽家之后 郑晴进了四天王寺前站旁的一家拉面店 吃迟来的晚餐 这已经成为她每星期二的习惯 她一边吃着饺子和炒饭 一边看店里的电视 但不经意地透过玻璃窗向外看时 正好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快步走向大街 郑晴顿时睁大了眼睛 因为那不是别人 正是雪碎 会是什么事啊 她从雪碎的表情感觉到事情非比寻常 雪碎来到大街上匆匆拦了出租车 时钟的指针指着十点 再怎么想都只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一定是有什么突发事件 多人有声据白夜勤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